東京奧運會 終於拓了一年後 在7月23日開幕 開幕當日 開幕的時候 剛剛和大家在做《科科有譜》的時間 所以沒有看到 做完節目之後 再看一看家人的畫面 覺得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沒有看到開幕典禮 反而看了2008年 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典禮 當然我不是很欣賞 日本這種黑色舞蹈的文化 所以沒什麼好說 沒有興趣 但正當在體育場館裡面 舉行開幕典禮時 在日本會場外面 也有非常多人拿著各種標語抗議 包括請你們不要再殺人了 又要停止奧運之類 但停止已經遲了 在這個時候抗議 可以宣示一些民間憤怒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 當政體是一個多黨輪流執政 當你選了政黨上場之後 在他執政期間這段時間 這個政黨基本上是一個獨裁者 他做什麼都行 人民都沒什麼辦法 所以你們可以說 我幾年都可以趕他下台 那怎麼辦 第二個想來 又不是一樣 大家要記住 永遠都是 政治這件事 很多時候小市民 跟政府來說 可以有一個無力的感覺 是很嚴重的 我在這裡有強迫投票 我一直感到醫療 我投票都沒辦法選到我想要的政黨上場 我從來都選相反那邊 你是不是覺得 我會覺得非常沮喪 原因是為什麼 原因是當你是一個大多數人 選出來的政府上場 表面上大多人同意這個政府上場 但其實人人同意他上場 原因是不同的 有些人因為這樣 有些人因為那樣 因為其實 一個政黨應該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有些政策你支持 有些政策你不支持 他們全部包裝一大堆 你一定要對整個包裝決定 你選贊成 你不贊成 結果一定是有些地方同意 有些地方不同意 所以兩個政黨 或者三四個政黨出來 都仍然有同樣的問題出現 其實我們 如果要對政治發表意見 應該根據每一個政治議題 你發表意見 而不是對政黨發表意見 沒有意思 對政黨有各種各樣的議題 但在民選的情況下 這就很明顯了 現在這個日本政府 雖然民間有很大的反對聲音 但他都要搞 因為兩者選期輕 兩害選期輕 如果現在更加推進 當然對他後期再次執政是有問題 但如果不推進 很可能 那些贊助商 日本是國際的聲譽等等 打擊更大 而導致 遲些人民的憤怒一樣嚴重 所以我相信 現在日本的執政黨 他們兩害選期輕 都是搞 但一直以來 因為疫情關係 本來已經是2020年搞 但拖到現在才搞 原因就是疫情 最初他們基本上共識 就是疫情控制得住 可以搞 但一直發展到今年 第一 一樣 你沒有疫苗 雖然你是第三大的經濟體 但你沒有疫苗 就沒有疫苗 別人不肯賣給你 你手上有閒 雖然有些過氣 他不用的捐給台灣 但他們真真正正的疫苗 其實是非常短缺的 他們民眾肯打的那些 現在日本30歲以下 在東京市肯打 可以打的那些群眾 都沒得打 所以 疫苗本來想著 7月初已經全部 可以有群體免疫 但不到 但不到 現在我們看到 每天的新增確診病例 在東京區 由1,000 現在變成2,000多 一直在上升 但你時間開始了 進程開始了 你又停不了 雖然民眾要你停 但你停不了 因此 市民心中 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失望 本來想著 所謂民主政制 我們人民的意願 你會照顧到 怎麼照顧呢 現在只是照顧了 一個小撮人的利益 包括 國際奧倫巴委員會 他當然想搞 那裡太多錢 混在那裡 他的贊助商 都想搞 很多運動員 都很希望可以參賽 但現在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 沒有觀眾的刺激感 大打折扣 整體來說 今次的東京奧運 政治上 我不覺得他對自己有什麼利益 沒有把日本的招牌拆好 而就目前看到他的開幕式 都好像把自己的招牌塗黑 不是一個好的廣告 第二 我相信經濟上 這場奧運 蝕會蝕到趴在那裡 我遲些會和大家看看 歷年奧運會 是賺蝕的問題 從經濟角度來說 今次有人猜 日本可能要蝕 一百二十幾億美元 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十二十億美元 原因很簡單 場館要更新 要興建 諸如此類 這些全部超支 控制不到成本 加起來拖了一年 場館的保養要做 然後現在沒有觀眾 觀眾收入又沒有了 只可以靠一部份的贊助商 以及一些轉播權 我相信他本來想著 很多人去東京旅遊 順便賺一筆旅遊的錢 現在什麼都賺不到 所以今次我相信 在經濟上來說 也沒有對日本有什麼貢獻 經濟沒有貢獻 在招牌上 日本的招牌 也沒有拆亮到 因為實在 開幕之前 都要換大導演 又要換作曲 這些醜聞 你根本 是不是大打自扣 然後就是 剛才說了 經濟不行 另外還有就是 現在引致很多市民 對政府非常失望 大部分市民不想搞 但因為有小撮人想要搞 需要搞 而政府要兩害選期輕 都要搞 對政府來說也是一個大的打擊 所以怪不得 他們的首相 在開幕電影 笑不出來 怎麼笑得出 環境的情況這麼差 但又不搞不行 現在這就是兩難之局 當然明年 中國搞2022年的冬季奧運會 中國情況如何 我相信會完全不相同 為什麼會完全不相同 第一 中國對疫情控制住 我相信中國會對參加者的疫情 都會做一個非常嚴格的管控 另外中國疫苗有在 所以中國是有能力 要求所有運動員都要注射兩劑有效疫苗 火災不讓你入境 這個我想中國會做 而中國來說 那些建設 現在已經如火如荼 已經差不多 差不多了 而中國做基建 就不跟西方的成本控制 控制非常準確 就不會超支 而我想中國做這些 也不會像日本那樣 臨時換導演 那些醜聞百出 中國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換句話說 對於搞奧運會 所能夠展示的國家力量 給世界人看 我想中國可以做得到 第二 在經濟上 相信 就算要虧 也不會虧 那麼緊要 第三 一定會出盡到中國的旅遊業 所以我覺得 2022年北京搞的冬季奧運會 和今次在東京搞的 拖了一年的奧運會 反差 相信會非常之大 現在暫時跟大家分析 今次東京奧運會 對他們國家的害處 然後到明年再跟大家看看 就是 是不是真的反差這麼大 這是我期望 到時才知道 是否真的這麼大反差 但目前來說 我們看到 日本那邊 已經有很大的傷害 對他們國家的形象 和他們的經濟 和市民的意欲 幾個方面都有很大的傷害 之後搞成怎樣 我會日日和大家 起碼最少報報 就是獎牌榜 目前來說 獎牌榜 美國領先 中國排第三 日本 好像是日本第一 美國第二 中國第三 看看不同的各種運動 有些運動是這個 那些運動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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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都不頑 已經拿了一些 游泳入獎牌 這個實際的獎牌榜 我相信每一天 跟大家報一次 但是 整個奧運來說 我這次覺得 日本做又不是 不做又不是 拿到新辦權 預算疫情 在兩難之下 現在兩害選期輕 希望真的選期輕 好嗎